5月高温干燥德农民团体,恐损失于半收成 德国农民协会会常鲁克维特在今天初刊的报道说 因5月不寻常的高温和干燥 德国农民恐将损失约半数收获 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全无收成 欧洲波罗的海国加金下气后干燥 以损及小麦收成 专家说德国2018年的小麦收成受干燥影响 可能下滑6.5%降至2289万公吨 鲁克维特对周日话报说 自从有气象记录以来 今年5月是最热的一次 他说北部和东部都有作物干枯 因此我们预期一些的区的收成将损失50%到60% 也有些甚至全部受损 鲁克维特呼吁政府订定办法 允许农民免税储蓄预备金 供未来仅及时使用 如果这笔储备金未因收成受损动用 可遇稍晚磕睡